各位朋友 大家好 《樂報》我不講場 是《樂報》的討論平台 我們現在進行一輯直播的節目 我是余榮揚 身邊有鄭重輝 畢哥 你好 大家好 我們想繼上一次再探討一下橫琴口岸和有關的管理 由於人大常委會剛剛表決通過了 將橫琴口岸的一個叫澳方口岸區 五個字 澳方口岸區的管理 和將口岸區的相關一片地交給澳門去負責 總共有六個板塊 六個板塊 其中有一部份就是連接一路大橋 過到澳門這一段的土地 和有交通樞紐 另外擴大一點 總共加起來 將來一定不少於16萬平方公尺 而還有一些數目就鼓量不到 因為它預留空間給澳門的輕軌 接駁經過那裡可以進到環球 這個地 它說是會適當的大 當然它說得出 由於它都批給澳門 它就不會玩數字遊戲 我相信這個土地的面積一定夠將來輕軌使用 我看澳門既是用了澳門大學的一個校園區 能夠在橫琴去發展 將來這個模式又多一點土地 是不是還可以在橫琴用更多地呢 這個可以大家探討一下 而澳門的構思是2018年8月由澳門政府提出的 這個也可能是尊重澳門政府 如果不是大家經過醞釀 沒有理由默默緣去提出一些事情 而有可能被對方反對 我猜是會對的 兩個月時間而已 去年的10月 兩個月時間批覆了 原則上同意 然後經過了原則上同意 就雙方去談談細節 這個也要多謝廣東省方面的支持 缺一百我 這個就是我大膽講的 澳門以外很多事情 跟珠海談的談不起來 珠海也都我覺得她是不願意 跳過了珠海起碼跟省級談 省級呢 作為省政府合作是很有誠意 她有不應的 她是向上問中央的 如果不是這樣 你談來談去談不成 當年我們珠海本來構想 她大陸那方面未起樓的時候 就說澳門可不可以利用她88名屋公里 大家經常記得88的 如果可以呢 現在很容易 但是珠海又好像不想益澳門人 澳門人覺得你不益我 我又沒有理由丟錢到你那裡 所以形成了如果大家都說不是丟錢 珠海那個橫琴 不就好像空城計的空城那樣 我想呢 對於橫琴呢 很多人都是充滿一個 好憂 向憂的想法 都是一個很美的環境 對著海 那些樓相對澳門琴質素的樓 可能就會抵買一些 但是那些樓相對很貴 就是一個單位 後期很貴 就是普通的 譬如兩貨廳的單位 普通兩貨廳的單位 普通兩貨廳的面積 是圍到二百多萬起的 是 我想呢 這個正正就是一個問題所做 就是任何一個項目 本身呢 是會有吸引來的 可能會 就是 你現在說 不是發展商炒的 是這些樓去到 一些私人炒家的手上 就把他炒貴了 你可以這樣說 但在這裏題外說 我講一句說話 就是 其實澳門還在和珠海 租借著一個 我們廣北那裏 好不好 這裏就畫了 那不是租借 你記不記得 幾年前 習主席來的時候 就說 將那塊地 連同澳門有個海域的 85平坡地 那個地是全給了 換句話來講 就在國家 定了每個省區市 那條線 那條線 這裏是屬於澳門的 定了 就不需要再交租了 大家都可以 這個交租不是一個問題 交租是象徵式的 但現在橫琴那裏 都是用租任的 他不是撥了給澳門的 這個就是歸澳門管理才是特殊 租任由今年的使用期開始 有些人估計就是回歸日 就算不是回歸日 而是回歸前 就開始計算那條數 啟用就是回歸日 租金計先幾日 無所謂的 就為期三十年 剛剛至到1949年 三十年之後 是按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就可以續期 首先講了可以續期 而沒有講死話 三十年之後就沒有了 不過現在 澳門除了我們這個A地亂 和這幾棵田海地之外 其實澳門可以發展的地方 是極其有限的 這只是我們不要說 我們發展只是起樓住 不是這麼簡單 你還有一些多功能 多用途的地方 譬如養老設施 這些諸如此類 如果在澳門這種設施 你在我們的田海地去做 很多人又是似一個反對 現在不單止是地 它還歸在你管的特殊 將澳門的關 其實就移到橫琴 橫琴有一個叫澳方口岸區 除了這樣 還有特殊 它根據澳門法律 來處理 即是說 在那個澳方口岸區 將來實行一次的查驗 一次的過關 這樣就不錯 現在如果大家經常去橫琴的話 橫琴給大家的感覺 好像一個很新的 新開發的社區 但如果我們經常去橫琴出入 你就知道它的口岸 除了口岸之外 其他東西是沒有的 很小 而且沒有的 在澳門半島那方面 那個關叫做關閘 關閘 在這方面 以往那個關 現在也是 不要說以往 叫做蓮花口岸 將來就會取消了這個蓮花口岸 因為會退去 已經成為澳門一部份 橫琴的澳方口岸區 所以將來是過了那個 這個關已經當入了澳門的境 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我也是很擔心的 我看到很多在國內的雙圈的發展 就是太過香港化 或者太過港澳化 變了其實是窒外了一些零售業 或者一些服務業的發展 因為現在我們遇到的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租金 令到我們的成本去大部分 去租金 如果 最大的成本是租金 政府如果拿到一幅這麼大的地 我第一個希望它 你可以發展這個雙圈 但是 以政府作為主導 或者最低限度 會有一個租金管制 因為這裡 你絕對有一個話語權 因為大地給了你管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首先做了這件事先 第二件事先會做其他的配套 我相信如果你說住宅各方面 我想橫琴已經是很多的了 我想在一個區別搞住宅了 就算有建築物是純粹為兩地通關 或者為兩地的共同發展 而進一步 我剛才說 既然這個可以在澳門的法律之下 能夠有在橫琴方面的我們的用地 是不是將來可以擴大 包括我們將來會成立澳門的政權交易所 這個會是因為我估計 因為未批的 現在廣東省交上中央 我想在11月會有消息 因為如果真的批到的時候 就相信會在12月 習近平主席來澳門 是進行新一屆換屆 他是監禧的時候 是一個大禮 就是和這個橫琴口岸的管理 都一樣是一個大禮 這樣的時候 我們能夠將政權交易所 放在橫琴那裡 大家知道 政權交易所不只是在交易就可以 有很多東西配套 有些和政權有關的行業 和人員 都要上班 要居住 如果橫琴是撥一塊地給我們 這個非常之好 我們現在經常做很多自貿區 前海或者橫琴的自貿區 其實我覺得 給別人的信心最強的 就是這個橫琴 我們可以做一個微型的自貿區 因為這個大家會知道 澳門是一個自由媒區 整個澳門都是 如果我們橫琴這一部分 能夠好自由 只是給澳門的海關 或者各方面的檢查之後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自貿區 如果我們要發展自貿這方面的經濟 如果我們要發展自貿區 還有一件事 我們很多遊客 而且國內的遊客 佔了絕大多數 我相信明年國內的遊客 都超過三千多萬 這麼大的一個消費 近年都超過三千多萬 不,只是國內 會超過三千多萬 近年都是 即只是內地 內地都超過三千萬 那如果我們能夠 將橫琴那裏 即是引流 將現在拱北 就是關閘那部分 引流一些去那邊的說話 我相信 橫琴絕對不是一個旅遊地 我看現在的佈局 自貿 還有旅客去那裏不過癮 我相信 他一定來澳門 特別是駁水區 他才過癮 我和你講 其實 又是講回日本 我們去日本玩完 最後一天 他帶你去OLED買東西 其實 大家怎麼去OLED買東西 又便宜又多選擇 我覺得 消費 有一種零售消費 我覺得這樣 他可以去橫琴 但是橫琴 就分流不到澳門的旅客 我應該用這個字眼 即是他換了一個說話 他去大三巴的客人 他會去橫琴 不要矛盾 但是不會因為你有了一個橫琴 我不去大三巴 只去橫琴 當然分流不到 當然 我相信 尤其是內地的遊客 他不會只去橫琴 他會回家 是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 老實說 橫琴的遊客 一定不是珠海客 因為珠海的人 不准經常過來控衡 橫琴我認為 是做和政院有關的那種商業區 而不是只做一個寫字樓 另外 為遊客來說 那裡未必有什麼特別的好看 但是可以在那裡做一個美食中心 可能可以 美食也是旅遊其中一種 對 對 現在 大家對於橫琴的發展 就是 柳暗花明又一串 上一集我跟你說過 我希望在那邊 既然有這麼大的土地給我們 或者地底可不可以用 你挖地庫 在內地來說 是很容易的工程 在那邊做到 好像口岸廣場 是澳門的口岸廣場 又不會搶那些口岸廣場 那個客人 大家的客路是不同的 可以在那裡 是一個商業區 以至飲食區 那橫琴其他區 都可以是有全國的美食 八大菜系都可以的 所以現在 其實口岸廣場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優勢 但是這個優勢 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照板煮碗 拿在這個橫琴的口岸那裡 因為現在那個口岸廣場 因為內地的人 完全不用任何偵見 就可以來到這裡 其實可以照板煮碗 在香港 你見到信德中心 曾幾何時都很旺 是吧 因為當時 你主要靠它 現在 就不一定靠它 可以走廣珠澳大橋 可以有機場的船 是吧 亦都有九龍船 是吧 得救市 信德中心很旺 現在都不是太差 當然 現在我剛剛 為什麼說 柳暗花明瑞一村 因為橫琴的樓價 已經去到大家認為 都買不下手 有些貴了 變成了 那些樓盤其實 買的人不多 住的人不多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方法 去帶旺盤 你認為有什麼法律 以你的商業頭腦 我想橫琴那裡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它 現在不旺 只有一個模型 但是我們其實很多澳門的商人 已經落重資金 重兵壓陣在那邊 已經做了很多 我視乎它 它是分散投資 不小的投資 未能動的 但是它正在準備在將來橫琴 因為現在橫琴事實 老實說是不夠效 你現在在澳門銀河附近 看過去 橫琴有很多建設 但是它只有一個表面 你跟香港的高樓大廈 得來是旺的 是不同的 燈光火著 我現在想一件事 就是我現在 我看到現在的橫琴 是一個報警 我不要說鬼城 你說鬼城 就是扁低它 不應該這麼說 是一個報警 這個報警 在等著演員進去 在那裡活動 然後才成為一齣戲 你說到這裡 我不敢要提 你記不記得 在這個 宋玉生公園那邊 曾幾何時回歸之後 將商貿城一路改變 以及將以前那個 飛機 教校場那裡改變 嘩 很漂亮的大廈 但是都是 俗意叫鬼城 是吧 裡面的住宅 很便宜 很便宜 又空置 那些舖位 幾百萬而已 沒有人問津 所以現在 一定有些事情大動 其實澳門 我們都知道 我們真的 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賭場 在金剛大土 現在我剛才的說法 將橫琴做另類賭場 證券交易所在那裡 將來 初市牛刀 如果我說賊老是三方 你會罵我 一個正面 叫初市牛刀 證券交易所 和相關配套東西 要做人民幣的結算 少不免會變成銀行區 是吧 銀行就是金融之一 跟著保險 很多東西和保險有關 那我先旺起上來 證券大家知道是一個大賭場 香港的賭場 那個採詞 比澳門的多多聲 老實說 在這方面 朱海魯總作出了相應的準備 你看看這幾座很高的建築物 其實是跟香港的國金類似的 即是樣子都似的 所以說 中國copy東西越來越厲害 以前是copy一些手袋 一些手錶 現在是copy你的建築物 這個很重要 所以在這方面 經乎上天安門都copy 可以的 大陸不准你 即是九州講的 不像的 你看真是不像的 即是他朝代都不同 味道 即是想建成一個這樣的東西 不同 我覺得 這方面 因為天安門是明朝的建築 這是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代 明朝的建築 清朝原用 我想 如果 在金融構想方面 我相信中央或者廣東省 很早都有這個構思 那個硬件我講一下 至於硬件做了之後 軟件不斷在 即現在在進化 國民最後那個 或者我們和珠海朋友都談到一下 如果橫琴歸到澳門管 那個生命力會強 是一路輻射過去 珠海這麼大面積 將來會多很多個橫琴 沒有問題 是不是 但是假如大家繼續捏著不放 澳門鄰近又沒有遞片土地 大家相輸 澳門如果在中山找遞地 就格涉了麻煩 澳門是和珠海的建合 是給了雙方面互補不足 是 如果珠海是和中山去競爭的說 很多條件就得及中山 我又聽過一些消息 以前聽過不同的領導 就包括說 喂 你們澳門要水 我們都有 可能工水更加便宜 但是你都要經珠海 因為那條後館過來 但是如果廣東省政府說可以 就不到某個其中一個市場說不行 跨市之間的東西 是經常有的 都是省 都是由省去負責的 所以這次我覺得 如果是由廣東省政府去牽頭 包括澳門證券交易所的購賞 都是由廣東的金管機構向上報 對嗎 如果澳門能夠解決的用地 對珠海是有好處的 因為你現在計算 雖然澳門不需要納稅給中央 但是澳門的輕盛 輕旺的說話 我相信對於整個大灣區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補充 好 我希望輝哥向你內地的朋友解釋一下 讓他們明白 多謝你 為什麼要注意 給他 在這兒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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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